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 应该是在昨天 美国众议院成立了特别调查委员会 应该是两个特别调查委员会 它实际是拿出两个法案 一个法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一个法案就是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 特别法案去调查中共国 另外一个去调查联邦政府的武器化 那联邦政府的武器化主要是指FBI 主要是指司法部 其实主要是司法部 FBI如果你往大了扩大了 就是美国国土安全部 美国国家安全局 就是美国网络信息安全局 就是在当初你这么讲吧 在2020年美国选举的问题上 站在川普对立面的美国政府的机构 站在川普对立面的美国政府的机构 是FBI 司法部 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安全局 应该是 那这是他们站在对面 所以呢 那后来对川普的打击 以及到了2021年 FBI直接讲说 美国的最大敌人是美国境内的恐怖主义 包括让美国再伟大组织呢 都是被定性为 有可能是 有人说是恐怖主义 就是他是这个角度去讲的 那共和党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立法跟执法都在 这个民主党手里面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党派 那共和党上来了呢 麦凯西在当时星期六吧 星期六投票的时候 最后结束 星期日的凌晨 他就明确讲说 我我直接 我必须 我一定直接调查 七号到凌晨 要调查这个中共国 调查这个FBI 所以这是兑现他的承诺 兑现承诺 但在细节当中呢 在投票成立委员会的 众议院投票的细节当中呢 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 在美国众议院投票来反对 我刚才说的C SPAN就是要有权利在美国国内 美国议会去记录所有的东西 那在这个投票当中呢 是否调查中共国 成立特别调查机构 竟然有65名民主党人 投反对票 有65名民主党人投反对票 民主党的议员211个 65个那占了40% 占了40%呢 所以那中共国有什么样的利益驱使 有什么样的利益关系 会促使这65名民主党人 反对美国国会成立调查机构 调查中共国的 中共本身的罪恶 包括病毒本身的源头 这是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疑问 那从因为它不是一个中国境内 这不是美国境内的问题 不是一个党派利益的问题 我们通常说看到很多 说即使美国左派也是反共的 那很多评论也是这么讲的 那我个人在节目中比较保证 我没有这么说 我们讲说美国的左派 美国的左派是共青团 他们的根脉在共产党身上 那在现实的利益层面 他们有可能会反对中共 但是呢 他们的生命根脉本身 是有这个问题的 那这65个人是谁 所以在推特上很多人去质疑 很多人质疑他 就是OK 你反对美国 反对这个美国的民众 美国遭受了三年的苦难 从大疫情 你反对今天的众议院 去调查的真相 那你的利益积点是什么 歧视 请你个大头鬼 这就是肯定会拿着 冠冕堂皇的一些说法 而这冠冕堂皇的说法 所有正常人看 就知道它不正常 这个道理很简单 所以在推特上很多人就质疑他 当然是共和党人质疑他 你们65个人什么意思 你们跟中共到底有什么瓜葛 你们为什么要投反对票 你用这样冠冕堂皇的词 而在过去的时间里 我们看到太多的故事 说是民主党也是反共 那现在看来就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上讨论的 基本上讨论的基点 而另外一个就是调查 调查这个FBI 那调查FBI 包括有关在推特问题上 在相应问题上所产生作用 甚至呢直接就谈到 在司法部本身 所展示出来的威胁 展示威胁 那这是他报道了 而实际报道细节呢 大概就是 大概讲述就是 要调查联邦执法机构 他成立一个委员会 调查联邦执法机构 那执法机构包括的比较全 包括对川普的迫害 那他们把这种迫害 有他们自己的称呼的说法 但他们的做法当中 是否把真正的执法机构 武器化 去打击自己的党派的对手 甚至打击去攻击 在自己情感上不能接受的人 这就是对 这变成对个人的迫害 这个这个标题就是说 我们看到 如果说如果中共 不是拥有 没有拥有这个民主党的话 那为什么65名民主党人 却反对美国的众议院 去调查有关中共 所以这个人不是一个 这个人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在提出了直接的询问 直接询问 而这个Project James 那他呢就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 有关这个调查 执法武器化的问题 他讲说出现党派分歧 221张票 这是共和党的票 共和党投票赞成 211张票 这是民主党票 去投票反对调查 现今美国的执法机构 把执法权力武器化 这是非常明确的一种党派分歧 对吧 这是非常明确的一种党派分歧 那如果美国社会完全陷入到 这种党派分歧的话 那美国国家的政坛 就是美国国家的利益 已经就被出卖 随时被出卖 这是一个肯定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很多人质疑美国的左派政府 就是质疑美国的左派 就是说 他要调查作为众院 要去调查政府的所作所为 是否符合国家法律 而不是党派利益 那你作为民主党人 为什么拒绝调查 那调查如果不存在的话 不是对你深 就验明正深 所以这个故事 就像美国大选的故事是一样的 在美国大选的故事是一样 选票一人一张就完了 这么简单的事情 不 他非要上厕所的时候 跑那个餐厅拿餐巾纸 拿完餐巾纸之后 就开始埋怨 我这个餐巾纸应该如何 否则的话 上洗手间不方便 而他说 你上洗手间 你拿什么餐巾纸 方便 不能让别人露一手 对不对 我能拿到什么纸就什么纸 拿着报纸也成 这就是威力是处 所以这就是今天 你眼睁睁的可以看一到 看到美国社会的裂变 有人说那没关系 法轮差也能调查 但是我想问你 到2024年 在美国在大选的时候 美国总统大选 美国参众两院的选举 你能保证不投票吗 你能保证不重复2020吗 人家坚持的是这个 所以失去的是道德 美国国家的道德 作为整体的一个国家概念 失去了 失去了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